消毒人员在室内穿梭进行消毒 就连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因为这间社福中心传出一名社工经PCR检测确诊 社会局表示为了让服务不中断 以调派中正社福中心全力支援 对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个社福中心 我们的一名社工同仁确诊COVID-19这个案子 那么社会局呢已经在第一时间 跟指挥中心7DC的北区防疫医师完成了疫调 而且匡列的所有密切的接触者 那么为了不让弱势跟个案的服务中断 服务不打烊 那么原本社福中心的业务 我们也有中正社福中心的同仁马上备员支援 那么其他社福中心也来排班资源 那这个服务的内容包含了 原有的社区弱势民众的物资补给 社区的这个相关咨询 个案的救援 弱势收容安置 跟紧急生活的救助 福利申请就医 转介服务等等 都可以恰中正社福中心来提供服务 那也要拜托大家共体时间 体恤我们的社工同仁 一起这个撑过疫情 社会局表示 疫情严峻期间调整社工上班方式 分流办公 弹性上班时间 若非必要全面以电话访试 取代面谈访试 并且将第一线社工提报为 优先施打疫苗名单 降低服务时的风险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为欧阳